这次基隆出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特别回到家乡 来力挺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 首先到国良的竞选总部跟小朋友带动同乐 畅谈友爱城市的幸福愿景 卢秀燕期许谢国良会是基隆有史以来 最友爱的市长 我今天专程从台中到基隆来 来帮我们谢国元 帮国良加油打气 那因为我认识她很久了 我对基隆也很熟悉 因为我出生在基隆 那我在基隆念中小学 那所以这是我的娘家 那因此我关心基隆的发展 那因为我对谢国元也很熟悉 所以基隆如果要变成一个有爱的城市 所有的诗跟建设跟发展 都是从爱的角度出发 那小爱的爸爸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能够把他的一些爱的理念 爱的证件 爱的施政 能够在基隆来做 做建设 做政策 其实并不是那么难 但是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国良 他一定能够把基隆带上一个 很有感情 很有温度 很善良 而且很有建设性的一个城市 国良加油 国良未来的很多政策 其实也学习了不只新北台中的很多的公共议题 也都是我之前到台中去跟卢市长请议的时候 所学习而来的 我们第23个公托 那最近就要开幕 所以我本来是写倍增 现在已经做到四倍增公托 公佑也是一样 我们也做倍增 公佑现在是三倍增 那我们还有个亲子馆 国良说 要打造一区一特色的亲子室内的 大型的这些游乐游戏空间 那我们也是台中市 我上任29区只有四个亲子馆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第13个亲子馆 也是将近四倍增 所以我觉得不谋而合 其实他在写这些政策并没有跟我讨论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一个妈妈 他是一个年轻的爸爸 因为我们自己有实际养儿育女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家庭需要什么 孩子需要什么 卢秀英市长在基隆亲友 也特别赶来支持探望 欢迎他回娘家 随后卢市长也到基隆市区 重温在地的美食小吃 进行扫街拜访商家 一同来感受在地民众的热情与支持 我们卢秀英卢市长 我们基隆的女儿今天回到基隆来 来庙口跟大家来问候 中市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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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日升 基隆报导 真正有